这一章的最后一节 我们跟各位介绍所谓一些最小能量原理 这个最小能量原理就是各位 所学的有些人数法的基本观念 基本理论就是在这一个 我们先把一些名词简化一下 我们前面讲过我的应变人 我们把讲应变人密度 我们说是1 2分之1的Ci阶Kl Yi阶Kl 这是我们说的应变人密度 那如果说我们说是整个的应变人呢 我们是U sub t 这个Y代表是应变人 这t代表total就等于1 2分之1的这个 对体积的积分 我这个摆在里面表示 None homogenesis material也适用 然后我们现在把符号再换一下 我把这个符号换成了我的应变人写成一个C 为什么要C 这个C对应的是这一个 因为我们后面等一下还会有一个用印尼来代表的 是K 所以我们现在只是那个符号上 给它那个稍微修一下 这是第一个 U sub c 跟我们原来讲的U sub t 是一模一样的意思 只是我现在在用C 以便于 将来跟后面有一个用的K 做一点点区别 等一下 我们要介绍的 也是以 那个 位移为主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符号 应变的符号呢 直接转换成为位移 那你们这边看 我们已经知道 grading u的i接 等于u接 comma i 那是我们前面说过的 我们上定一个新的符号 叫做grading head 上面加一个小三角 grading head u 这个我们就把它定义成为 grading u的symmetric part 也就是二分之一的u i comma j加u接 comma i 可是我们知道二分之一的u i comma j 这个是代表这个的对称矩阵 而这个呢 事实上我们知道 它就是等于u i接 所以 我这边先跳一步 所以这个应变呢 我也可以把它写成这样子 写成这个样子 就是讲的 因为这grading head u 事实上就是等于应变 我这样子写 只是表示我等下 后面的行李们都会以应变 都是以位移的函数出现 只要属于应变这样 我都会用二分之一u i comma j加u j comma i代替 所以我们写成这个样子 这是让各位先知道一下 就是应变能 可以function of u 应变能理论上是function of epsilon 但是我可以function of u 因为epsilon本身就是function of u 这我们下面讲的 好 这个名字确定以后 我们先看 第一个叫做 kinematic admissible display field 它的定义很简单 什么叫做 就是在运动学上 允许的位移场 只要任何一个位移场 符合我位移边界条件 我们就把它叫做 但这种函数会不会很多 非常的多 不要忘了我们前面讲过 你如果解一个弹性力学问题 你要解位移的话 它除了位移除了满足边界条件 还要满足位移平衡方程式 它要满足两样东西 位移平衡方程式 跟位移边界条件 那因此 如果我只谈要满足位移边界条件 这种位移场会非常的多 它等于就是 我这个题目的候选人 但是哪一个才是 真正的当选者 真正的答案 它还必须要满足 位移平衡方程式 所以这种feel的是非常多 这个名词 第一点你们就会了解 那我们现在就定义 什么是未能函数 假定我们现在有个functional fite function of u 我先强调functional指的 就是泛函数 也就是所谓函数的函数 因为这个u本身也是一个函数 u是function xyss3 所谓的fite u 也就是未能函数 我们是function of u 它的定义就是 应变能减掉 body force body force 对所对应的位移所做的功 再减掉 我的位移那个硬力边界条件 sigma ni head 或者我们这边写的是s 你们自己注明一下 忘了哪个地方漏了 这边讲的s 指的就是sigma ni head 我不晓得怎么 突然就换了符号 指的就是已知的 印尼边界条件 等于是我这个s.u 所以后面两项 就是外力所做的功 所以我们这边就定义 我们的位人 就是代表应变人 减掉外力所做的功 这个 跟你们在应用力学 学的是吻合的 回顾一下 你们在应用力学 所学到的时候 什么叫做卫人 就是外力所做的功的负质 因为在应用力学是钢体 不会有应变人 所以这个是等于零 那就变成外力所做的功的负质 如果是弹性体 卫人里面 你就要加上我的应变人 就是这个样子 那什么叫做最小卫人原理 他的答案 他的理由很简单 如果 这个UI Head 是所有的 这有一堆 是所有的 我们刚刚讲的 Kanimatic Admissible Discipline Field 而如果这个UI 就是我的答案 就是我的答案 那 我这个答案 所对应的为人 一定小于等于 其他可能的候选人 所对应的为人 而且 如果这个有另外一个为人 所对应的为人 是相等的话 那 这两个 一定相等 这个就是最小为人原理 这个也是可以证明到 这个我们忽略 我们不讲了 证明不重要 这是最小为人原理 也就是说 这个原理就告诉我们 假定有一组位移场 它满足了位移边界条件 而且你发现 这个位移场 所对应的为人 是所有满足位移边界条件的 位移所对应的为人中 最低的 对不起 我反过来讲 如果这个位移场 满足边界的位移场 就是这个题目的答案 那它所对应的为人 一定是最低的 那这个定理 有了这个定理 我们刚刚讲的 unique theory 就很容易证明 为什么 假设我一个题目 有两组答案 都是答案 一个u 一个vigo 因为u是答案 所以u的为人最低 uvigo答案 uvigo的为人也是最低 那结论只有一个 这两个就是相同 所以利用这个能量观念 我们很容易证明 这个有lincol theory 这是我们前面不证原因 前面那种证法很复杂 这边利用最小为人原理 马上可以证出来 答案就应该是唯一 好 真正这个定理 反过来 我们也可以证明 它是成立的 刚刚刚是说 如果u是答案 它所对应的为人是最低 反过来讲 如果有一组u 它所对应的为人是最低的话 那这组u就是你的答案 而我们真正用到的是这个 这就是你们有限元素法 基本的概念 回忆一下你们有限元素法学到的 把一个工作件 分成很多element 每一个小element 我们假设有它的u1 u2等等 u1 v1 u2 v2 这个123就指的是节点 所以利用线性内插 或一个shift function 我可以得到这个里面 in力 为人 都是function of u 然后就是把这些带入最小为人法 我们得到了为人 如果有一个函数是function of u1 u2 u3等等 要找到它的最小值的话 就是类似把这个等于0 那这个展开来 就是你们得到了所谓的 那个stiveness matrix 所以这个最小为人 就你们有限元素法 这个概念 最小为人原理 就是你们有限元素法的基础 只要到一组位移 使你的 为人等于最小值 那这组位移就是答案 好 这倒不是我们这张真的要介绍的 我们指 这个是现在有限元素法 最常用的理论 好 现在告诉各位 有限元素法 不见得一定要用这个理论 这个理论 我们的重点是 假设的是位移 因为我们解的是位移 告诉各位第二个理论 在讲这个理论以前 我们先告诉各位 这可以证 我们也不证 如果CiJKL是对称 这个KiJKL就是对称 如果CiJKL是 Positive Differential KiJKL就是Positive Differential 我们只是告诉各位 KiJKL的性质 跟CiJKL是一样的 那下面呢 除了应变能 我们也可以介绍 另外一种 真正我们当初讲的应变能 是这个 二分之一的 Sigma IJ 我们刚刚说 原来是把Sigma IJ 用CiJKL取代 所以变成二分之一 CiJKL 我也可以把 YIJ用KiJKL Sigma KL来取代 所以变成这个样子 就变成了二分之一的 KiJKL Sigma IJ Sigma KL 那我们底范 应利人 就是这个 二分之一的 KiJKL Sigma IJ Sigma KL的积分 这个就叫应利人 那实际上的是 如果我们用一维的来讲 这个 就是我们的应变能 这边 就是我的应利人 我们指的就是在这条线的左右两边 但是如果是弹性体 这是直线 这两个是一样的 这是用一维的来看 可意识是一样的 所以在弹性范围 应利人跟应变人是一样 只是一个function of应变 一个function of应利 知道什么是应利人 我们给各位 再介绍一个名词 叫做static admissible discipline field 指的就是某一个应利厂 它满足了平衡方程式 也满足应利边界条件 但是不要忘了 这是不是就答案 不一定 因为如果这个应利厂 是答案的话 它还要满足我的应利平衡 应利的compatibility 我们刚刚前面讲过 应利有两个government equation 所以满足这两个条件的 还不是答案 还不一定是答案 只是答案候选人 有了这个以后 我们介绍第二个定理 叫做complementary minimum complementary energy theory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我们定义这个复补人 site function of应利厂 等于我的应利人 减调 应利人减调 我的应利 对我的位移边界条件 所做的功 前面记得是外力 是外力 也就是说应利边界条件 对位移所做的功 这边是应利 对位移边界条件 所做的功 等候一边就是function of sigma 那结论也是一样 如果你这个应利厂师答案 抱歉 他所对应的应利 所对应的互补人最小 那这个定理反过来 也是可以用的 如果有一组应利厂 所对应的互补人 惠时所对应的互补人最小 这应利厂就是答案 那各位想想 同样的道理 如果我们刚刚 我们用有组应书法 我一开始 我不是假设位移 我直接假设应利 然后呢 利用这个定理 我也可以找出答案 所以有组应书法 你也可以用这个定理来写 有的有的 早期有些有些人之法 就是用这个来写的 直接解应利 现在市面上卖的有些人之法 大部分都是直接解位移 可我们只能告诉各位 你要自己写层次的话 你高兴 你可以用这个理论 直接解应利 这不是唯一的两种理论 可这两种理论 比较常用 因为它们比较有物理意义 一个叫卫人 一个叫互补人 一个是应变能减掉 外力所做的功 一个是应利能减掉 外力对位移边界条件 所做的功 它有物理意义 还没有完 我们再介绍两种 最小位的原理 这个叫虎挖去 这个的特色是什么 刚刚那两个 一个直解位移 一个直解应利 也就是说 一个你要先假设位移 一个假设应利 这个你们看 通通在里面 这个应利应变位移全出现 这个理论也是一样 如果你的应利应变位移场 那15个变数 会死 这个能量产生最小值的话 那那15个变数就是答案 只是当然很明显 这种定理比前面两个定理会复杂得多 因为前面每一个节点只有三个 或是六个位移数 这个每一个节点就出现15个 它的好处就是 一次把你所有要的答案通通解出来 有人就这样推倒 可是这种定理有一个很大的缺点 如果你问人家 包括问这两个人 这个能量到底是代表什么意义 谁也讲不出来 它没有什么特殊的物理意义 下面还有一个 我们叫HPR能量也是一样 刚刚是对应应变能的 这是对应应利能的 这种组合也是一样 如果sigma yu是答案 它所对应的能量就是最小值 那我们要跟各位解释 介绍这两个定理的目的在哪里 首先 这一章 这一小节 我们的几个目的 第一个告诉各位 有些人数法的基本概念是什么 第二个告诉各位 有些人数法不是只能用 最小应病人来做 它可以用很多的 就是很多的 甚至用最小互补人来做 也可以 只是看你要找的是位移 还是要先找应利 第三个是告诉各位 这种minima最小的量原理 其实不止一组 我们这边就介绍了四组 还有很多 你高兴 你可以自己去推一个出来 还有很多 可是唯一的缺点 就是除了最小 为人跟最小 那个互补人以外 其他的推出来的能量 物理意义比较不明确 但是如果你只是要写 有些人数法的程式 很多种 很多种 我在美国 在美国练书的时候 有一个同学做复合材料的 他也是 那时候 那老师练书 那时候是29年前了 那个时候 有些人把的套装软体 还不多 所以大部分 你要用原书法 都是自己推导 我的同学是学复合材料的 他也是 自己推导 一个类似这样子的 最小能量原理 然后用原理来写程式 然后来run 他后来在 做presentation的时候 就有一个老先生 那老先生是不太懂 那个老先生年纪很大 他是不太懂 那个电脑的 可是他观念很清楚 他只问你学生一个原因 就类似这样子 你这个能量法 物理意义是什么 那学生答不出来 因为他就像这种形式 那学生答不出来 老先生又问了第二个问题 那你这样子 那你没有意义的这个能量 能量法有什么用 那学生当场也没回答 可能老先生还好没有追问 因为那是一个老宗 他事后给我讲 这个能量法有什么用 他当然有用 他可以让我毕业 但我们要告诉各位 也就是 你可以搞出很多种能量法 而且都是属于最小能量原理 可是呢 真的缺点是没有办法物理意义 但是优点 就我们的同学讲的 不见得叫他可以让你毕业 他可以帮你解决问题 OK 这是我们这一节的主要目的 只提醒各位 不是只有最小未能原理 才能用有些元素法 只是现在市面上 大部分的套装原理 包括你们在上课 所学到的都是以 最小未能原理来开始的 我们只是告诉各位 你可以利用有些元素法的 最小能量法 不止一种 还蛮多种的 OK好 这结束了我们第五章